軍莊警員站在石結尾白田村泳田樓樓下發生甚麼事?原來又是家庭糾紛 一個女人在星期二晚報案,說她丈夫用菜刀斬傷了兒子 救援人員接報港道,發現兒子頭部受傷 她清醒,送到瑪嘉烈醫院救治 而爸爸報清心口痛,送到明愛醫院接受檢查 消息說,崖斬兒子的後腦位置大概有4厘米長刀傷 案發時,分別是79歲及30歲的兩兒子爺在家發生爭執 哥爸爸懷疑走進廚房拿刀斬傷兒子 警方接報到場經初步調查,哥爸爸以涉嫌傷人被捕 案件交給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跟進